全球每三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癌症过世 国际儿童癌症协会将每年的2月15号 定定为国际儿童癌症日 那么14号的上午花莲慈激医院举办了 因为爱我们同在一起儿童癌症个案分享季宣导活动 带领民众认识儿童癌症九大警讯 也希望加深民众对于儿童癌症的了解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国际儿童癌症协会将每年2月15日定为国际儿童癌症日 14日上午花莲慈激医院举办 因为爱我们同在一起儿童癌症个案分享季宣导活动 现场邀请来自越南国际个案Ben和台湾个案TonTon 分享治疗心路历程 8岁的Ben因罹患白血病 2022年底从越南跨海来到花莲慈院 由符合配对的6岁弟弟做捐赠 预计15日当天进行骨髓移植 在这里已经治疗了两个月了 然后他应该是在还有一个礼拜 就是要在一个礼拜穿移植了 然后在这段时间也很感谢 实际的一个团队的治疗 然后还有杨医师 两年前真的杨医师说的 他里面是其中的就是因为他有不明的症状 那就是发现的很忽然 那他的变化也非常大 所以我们就也真的很积极的 带他来医院做详细的检查 然后进而就是检查到 他有罕见的疾病 然后接下来就在杨医师跟所有不凡的 布里斯的帮忙下 然后完成他现在的化疗期 这样子 儿童癌症九大警训包含不明原因疼痛 长年高居儿童癌症榜单 前三名的分别是白血病脑流和淋巴流 这个数字大家看了有没有感觉 全球每年有40万的人 小朋友诊断儿童癌症 每三分钟就有一个孩子 因为癌症很短生 大人的癌症有所谓的筛检 可以做粪便的筛检 可以做口腔棉膜的筛检 我的儿童没有办法做这些筛检 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跟大家提醒 有这些可能的一些讯号 让我们知道这个孩子 可能需要去注意 有这样儿童癌症的问题 那我想九大警训 我们也会陆续推广到校园 推广到一些基层的一些医疗诊所 那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更有警觉性 这也是所谓的世界儿童癌症日IDDC 他想要让公共的意识提升 能够让孩子的治疗成绩 更为进步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华林词院表示 在东部约有五分之一的孩子 与诊断离癌后的半年内往生 但医疗技术的发展 全台恶癌患者10年存活率达到77% 治疗成绩不断进步 成人可定期做粪便或口腔黏膜筛检 检查是否有癌症 但年幼孩子就必须靠症状出现时 身旁家长的及时警觉 才能达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目的 记者长包验华女士报道